中国慈善家陈光彪受联合网报邀请来新加坡进行慈善考察之旅 他于今天3月10日的早晨走访了物落熟食中心考察民情 体验新加坡小市民的生活 除此之外 欧麦也安排了陈光彪与欧麦伯克共进早餐进行交流对话 途中一名年迈的老婆婆向陈光彪与伯克们兜售纸巾 作为慈善家的陈光彪毫不吝啬地立即拿出了美金100元给这名老婆婆 举止十分大方 陈光彪临走前也有几名认识他的居民向前与他握手拍照 他后来看到在收碗盘的两名清洁工人也发出善心 掏出了100元美金给这两名工人 引起了不小的骚动 两人后来都表示非常开心 今天是证明中国手上慈善考察之旅的最后一天 他将于今天下午离开新加坡 一定要看这个数字